高雄一名郵差 到山林區公民 向案一帶送信的時候 被田信男子所飼養的三隻 大型的熬犬群起攻擊 導致左手被出血 四肢都有明顯的咬痕 並送往岐山醫院 所信沒有生命的危險 救護人員趕抵現場 確認環境安全後接觸傷者 傷者為三十八歲男性 游物人員 主宿四肢 均有狗咬傷痕 其中左手臂開放性傷口出血 較為嚴重 給予夾腰止血後 送往岐山醫院救治 傷者送醫途中意識清楚 順便正向穩定 占無大礙 據了解當時郵差 正要到田信男子家送信 發現大門違開 進入院內之後 其中一隻熬犬衝過來 鋪上郵差攻擊 而警方事後 也將田信男子帶回派出所 釐清狀況 也在醫院找到受傷的郵差 而四主坦誠有疏失 會扶起賠償的責任 郵差也願意要私下和解